今天的工商时间是 犀牛盾3D撞撞贴 然后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桌上 如果看YT的人 就看我们桌上有超美的公关盒 因为其实是百灵国的壳啦 嗯嗯 真的 因为它可以客制化 我手机上 已经换上全新的犀牛盾壳了 所以你真的会就是拿这个手机 然后讲电话 你不觉得有点丢脸吗 没有啊 因为全世界应该 结果我跟你这么齿 在用这个 你觉得我们会不会有教徒 如果正好也喜欢他们的产品 就会去做 我 担心会有这个潮流 因为其实 有一点痴 哈哈哈哈 但我们还是很开心啦 真的耶 公关盒真的超美 对啊对啊 然后其实我会 我一直很喜欢犀牛盾 结果它寄新来的时候 我真的很高兴 因为我本来就用他们的东西 嗯 我也是在用他们的东西 我现在的手机壳 本来其实就是用犀牛盾 对 我也是 只是因为用很久 所以超脏 所以他们就是寄了 换一下 然后Kent 一拆掉 我跟你讲多脏 我跟你讲多脏 大家如果有看YouTube 发现这个我们 他们客制化的贝壳 是白色的嘛 嗯 那刚刚要帮凯莉装上去的时候 一碰 然后拿下来说 为什么上面很多像屎一样的 咖啡的东西 在那边一圈 因为我手机陪我上山下海 然后又会陪我跌倒 好 所以谢谢她给我这么多壳 我可以随时 更换干净的壳 不会这么恶心 嗯 但其实我自己 为什么会用犀牛盾 就是因为 我真的很容易摔破我的手机 等一下 你说的摔破 是真的萤幕 整个萤幕都爆掉 还是是玻璃贴的 那摔破 不是不是 我说是萤幕整个爆掉 然后要去换好几千块 好几万块这样 对 我换过 大概五次吧 五次很多欸 不是因为 你知道像骑甲车以前 我骑Ubike上班 然后那个颠簸一颠 它就飞出去 哦 这种是一个 或是我说跑步 你知道就很想迟到 跑步我还跑 然后就掉下来 然后脚再踢到 然后就飞出去 哈哈 反正 你是很粗鲁欸你 我超粗鲁 所以我就觉得 嗯 我很喜欢他们渴 可是我要跟你说 我自己真的也破过一次 那从那次之后 我就开始贴 那个萤幕保护贴 可是我都是贴玻璃的 嗯 那玻璃的超容易爆 我差不多 每两个月 玻璃为什么会爆 我不知道 好像就是 放口袋拿出来 然后就突然多了一个 法斯纹 有没有 很危险 而且就是很多人 就是用玻璃保护贴 它就是破了 它还会继续化 对 就是我啊 我继续 这样不会割伤吗 会 我就是被这样刺过手 超多次 那小小玻璃 为什么不换 就是保护贴 不就是要换 对 可是你知道 那一片其实不便宜 然后就要换很多次 一年下来 其实加起来也是蛮多钱 很麻烦的 所以这一次 这个犀牛盾的3D撞撞贴 它也是手机萤幕保护贴 然后它是独家的塑料材质 然后韧性非常高 所以它不像以前 那个玻璃保护贴 这么容易破 很耐壮啊 然后吸收这个冲击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特别 可以降低萤幕破掉的风险 可是听起来好像 保险道一样 你看耐操 耐壮 耐磨 又可以重复使用 就是台空才会重复使用 好 这个3D撞撞贴呢 这个一片就抵十片了 就是比保险套还要厉害 可以疯狂冲撞它 也不会断裂 也不会刮伤你的内壁 谁会断裂 这保险套会断裂啦 我用有可能会断裂 好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 就可以上网搜寻 犀牛盾的3D撞撞贴 然后干爹有说不会残交 你就可以自己贴 所以上网搜寻 犀牛盾3D撞撞贴 你只要在官网输入 I Believe 就有专属优惠哦 轩尼师是来自法国 距250年历史的 甘义白兰蒂 有别于威士忌 甘以白葡萄蒸溜 酿造而成 终于一口 即能感受到圆润饱满 柔和花果气息 预口比流转不绝 生活忙乱 总不忘联系情感 今年中秋 由轩尼师一网情深 系列礼盒 为你牵起与亲朋好友的连结 指定礼盒 内涵700毫升 与50毫升的 轩尼师甘义 送礼更大方 共进美好时光 升华永恒情意 记得理性饮酒 无饮酒过量哦 这么斯文哦 对啊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只是没想到 报导者这么凶的节目 这么凶的媒体 来的人是这么斯文 你不要这样 人家会不好意思 对 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 报导者的 志欣 我原本要讲Jason 诶 中国说微信跟WeChat 是两个不同的App 啊 KiXa跟Dol1也是不同的App 但你就是同一个人 你有看到好 对对对对 好那今天我们 很开心邀请到 报导者的Jason Jason 对好 Jason okok 因为最近报导者的 那个Podcast 出了嘛 非常厉害 对 然后我们推荐以后 他就变第一名 报导者 对啊 今天来拜卸的 今天来 哦 对 其实没有 其实他们就算 没有我们推 原本也会 沒有沒有沒有 一定會 真的 我們其實只是愛做順水人情而已 你知道那個 不是都有留言區嗎 回饋那個 那根本就是你們教徒在出遊 在點名 在簽名 就說我是白領國的教徒 然後來簽名一下 然後因為他們說很棒 所以我就留了五顆星這樣 不是 我跟你說 這種蝦庭的概念 真的不是我們帶起的 那個是台通 對對對 那是台通派的 我們是走新陳澤林派 他們會註明說 這個不是純粹蝦庭喔 但是還是都會提到 我是白領國的教徒 謝謝大家 不過真的我覺得 這麼好的內容 沒什麼好說 真的很棒 對 因為從 我們從去年開始 就跟大家說 台灣如果可以有 像New York Times的那種 Investigative Podcast的話 會有多好 然後那時候就一直講說 這樣會有多好 一直講 一直講 他們就一直講 但我們不願意做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 調查性的東西 非常花錢 對 非常花錢 而且又累 然後不知道又會招惹到誰 對 對 或是有沒有人聽 這樣 一定會有人聽啦 一定有人聽 因為我們會推嘛 你說的喔 你說的 但真的很燒錢 因為之前范琦北 就一直跟我們講說 啊 你們現在做成這樣 你們就應該要 往前走一步 要往前走 然後要有記者要做調查 什麼都說 那很燒錢耶 對 對 那你覺得我們該做嗎 呃 我們分工 分工 燒錢是我們比較擅長 好好好 我們 你們燒錢 我們花錢 對 我們花錢 聽的人給錢 這樣 對 很好 好 我們從一開始 從頭開始聊好了 Jason 你說 我們看資料 你是台南人對不對 對 你為什麼要來台北 台南那麼好 對啊 有什麼問題 我 呃 就是 平常吃太多 來這邊減肥一下 因為這裡東西很難吃嗎 沒有沒有 這邊就是 這邊的糖不夠多嗎 對啊 是不是 你們在這裡減糖 怎麼辦 我想認真的想問 你台南人真的都吃這麼甜嗎 欸 還是你覺得是台北人都吃口味太清淡 我認真的問 對 那我也得認真的回答 對 對 就是 台南人真的愛吃甜 怎麼樣 沒錯 所以你家巷口的東西真的是最好吃的嗎 我曾經很努力的找麻辣火鍋 台北的 這種 對 但很難 你說在台南找麻辣火鍋 對對對 那邊都是糖漿火鍋嗎 也沒有啦 都是沾棉花糖這樣 那就是我們的口味 真的是巧克力粉 哈哈哈哈哈 我們的口味比較幸福一點 這麼說 哦 好會講哦 真的會講哦 溫暖的人 因為據我所知 你原本是外交系嘛 對不對 怎麼會進入到就是 記者然後報導星 調查星 記者這一行 對 外交系一個是想 在國際舞台上面說台灣的事情 或是我們的觀點這樣 那其實 這件事情要達成了 有很多種可能的手段這樣 嗯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的個性有一些缺陷 所以我老師就說 你好像不太適合 當公務人員 等一下 什麼叫做個性缺陷 我覺得 當公務人員的人也 對啊 一定有一些 沒有人是玩人啦 對 謝謝 謝謝我差點 好可怕哦 對 你是因為立場都太偏頗嗎 所以會被 還是你太喜歡追根究底 嗯 可能就是愛問問題 愛問問題所以不適合當公務員嗎 不是 是很適合當記者 對對對 你真的很奸詐耶 好奸詐哦 你家在再躲下去 報道者就要掉下去囉 不敢問問題 當什麼報道者 不敢回答 當什麼報道者 對對對 真的是耶 好 就這樣囉 對 好 那你是什麼樣的機遇 開始會進入 這一行好了 一開始 一定不是做報道者吧 對啊 你畢業之後 是先做什麼 其實我就先到商業週刊 然後 第一份工作啦 然後其實我第一個專題 就是調查報道 商業週刊有調查報道 對 不是全部都業配嗎 或是一直說中國的好話 說中國那邊就是 當分不是都是大公司 跟你們買一些說 幫我們寫 因為我們股票要漲了 所以幫我們寫一下 哎呀 你在緊張什麼 對啊 你不是離開了嗎 怕什麼 你就說就你的觀察 沒有沒有沒有 我聽說 或我朋友 沒有我在那邊 其實都非常非常認真的啦 紮實的訓練 而且我在那邊 其實也目睹 他們做很多調查報道的 手法 跟 專業 比如說他們花了一年多 追那時候第一次 中國來下單 失目魚 這件事情 他們是真的有一個 很專業的記者 然後跟著這些商人 然後在地的漁農 這一些 追了整整超過一年 然後去發現那個訂單 對當地的改變 這種也 其實這根本性就是調查報道 然後 我在那邊做第一個專題就是 寫美麗灣 那時候做 海岸開發的調查 他們就放手讓我花了一個讀月 然後最後就真的拿到 內部的公文啊 然後看 官員跟 廠商之間 怎麼讓他從一個海水浴場的開發案 變成一個六層樓的飯店 就追到這些文件 所以那時候 碰巧 就這樣開始所謂 調查報道 可是那時候 他們讓你把所有東西都公布出來嗎 對 對 真的喔 沒有 censor 沒有 censor 沒有人來關說 那時候是誰執政啊 那時候就是 馬英九時代 馬英九 哇哦 對 真神奇耶 所以其實商周 其實還是有很多資源 讓你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非常支持 對 其實我身邊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他們 之前都在商周 之前 欸等一下 嗯 對 我認識的幾乎都離開了 但 就去 就跳槽去別的地方 應該也是有好的記者在裡面啦 哦 就正好 對 嗯 對對對 沒錯 因為其實他剛剛講那個 虱目魚的 那些訂單 其實我以前都有看過 真的喔 對 因為我以前其實 在國外念書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商周是少數幾個 可以好好看中文的報導 其實是真的 對 其實那時候我們住加拿大 我們也有訂商周 商周會寄到國外 對啊 很多國外 所以那時候 我們家在那個維多利亞 那個小島 他們還寄到小島 哇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們家那時候 唯一的中文讀物就是 對啊 其實那是一種台灣大外宣 至少我那時候 我覺得商周寫得很好 嗯 我也覺得 但後來就比較少看了 現在就是大家不用訂啦 現在就是網路上 就看得到報導者的文章嘛 對 看報導者就好了 哈哈哈 大家都可以看啦 對 所以你在商周 待了多久啊 待了一陣子 一年多 然後後來就去 那時候 Financial Times 在找台灣這邊 呃 他們派來的記者 不會講中文 嗯 所以我去當他的助理記者 所以那時候 在 Financial Times 做了一年 哦 Financial Times 其實很不錯耶 對啊 可是他們的立場 也是蠻鮮明的 不是嗎 呃 訓練很紮實啦 我每天要報 三到五個題目給他 哦 哇 對 然後就追 也是有做一些 調查性的東西 那時候碰巧 遇到 釣魚台啊 這些東西 然後兩岸開放啊 這些 所以有很多題目在跑 可是他有辦法 給你像商周 這樣的資源 讓你去調查嗎 很難 因為台灣的版面 在世界上面就很少 你只能跟中國 或是跟Apple有關 除了這兩個關鍵字之外 很難讓我們有很足夠的版面 那這樣你 你調查半天 最後也不會被登這樣 會啦 就投入資源的 就是真的跟 中國或是Apple有關 哦 了解 對 這跟上次Roger來這邊講的 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外媒在看台灣的新聞 就是 都是看什麼代工廠 TSMC 然後蘋果 然後中國 現在啦 China Factor 這樣 對 就沒了 就沒了 哎 好可惜哦 那你後來要去哪裡 後來就是做了一些 非新聞類的工作 大概做了兩三年 為什麼我會從新聞類 跳到非新聞類 對啊 Financial Times對你怎麼了 沒有啦 他傷害你很深 沒有沒有 他對我很好 但 明明都離開了 對啊 那時候對於新聞這件事情 有很多的問號 哦 因為環境在變嘛 大家 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 嗯 就是對於新聞媒體 可以扮演的角色 或是自己適不適合這個工作 那時候是川普上任嗎 還沒還沒 在那之前 哦 所以川普上任之前 你就有這個感受了 對啊 那真有趣 還是你是覺得 感受到這個變遷 所以你就覺得好像要去 試試看別的產業 對 試試看別的產業 然後 因為我寫 那時候寫很多財經類的報導 然後就覺得 我到底要怎麼樣讓這些大老闆 或者是我真的要怎麼知道一家公司的內幕啊 或者什麼運作 我覺得我應該要 做過 才知道吧 哦 所以你是進去當 他是進 哈哈哈 哈哈哈 他是用清真經的 去讓自己當成獻民 所以你其實那幾年是去當Undercover嗎 所以你去虹海了 我猜 哈哈哈 Pegatron 不是 TSMC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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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知道整個世界怎麼運轉 你才有辦法去寫他的問題 然後剛好那時候有機會來 然後就說 欸好啊 那我試試看看 就是老闆要教我 他很認真的要教我一些 所以就變特助那些 對對對 金融啊 什麼的東西 我說那我願意學啊 然後學了之後發現 欸好像不行 哈哈哈哈 所以就回來寫了 還是最喜歡寫 那你有沒有寫過 你之前老闆的壞話 你會遇到他們的公司相關 就先跳過嗎 我會跳過 我會避開 完全就不處理 哦真的哦 對 就是因為你個人覺得 那是一個你的友好關係 沒有 除非必要 或是Conflict of Interest吧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 因為他不管寫好寫壞 都 對他沒有幫助 那不如就不要寫 因為還是有別的人可以 對 哦 就自己不要 你自己不要碰就好 嗯 OK 所以之後就見報道者 對啊 可是報道者現在 出來幾年了 五年是不是 五歲了 五歲了 恭喜 欸很厲害 對因為真的 我雖然那時候很喜歡報道者 可是就覺得說 這麼好的媒體在台灣一定撐不下去 對 其實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 就有我們就有朋友在 就推薦報道者給我們 記不記得 後來他出國變成一個很厲害的人 對對對 就後來就覺得 天啊怎麼有這麼厲害的媒體 然後就覺得 嗯應該很快就死了 對啊 就竟然可以撐五年 是不是很意想不到 對啊 我非常驚訝 因為你們其實是不收 沒有廣告對不對 沒有廣告 那你們錢都哪裡來 全部都是 就是一筆一筆跟人家拜託 登門拜訪啊 去跟 去跟基金會啊 或是願意有潛力的 或是我們辦一些茶會 讓有 比較雄厚成為天使贊助人的來 因為我們分成 小額跟天使 或定期定額 或是大筆 這樣子 嗯 對 所以你們比較希望的是哪一種 你們的比例 定期定額是最重要的 對 那是一切的根本 對 我們網站上線的時候 按照創辦人說法 他說只有四個人 第一個月只有四個人 定期定額 剛開始一定這樣子啊 對啊 因為也不知道你們寫出來的東西 會是什麼 對 然後今年年初盤點 大概是一千多個 定期定額 哦 感覺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對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支持 這麼好的媒體的話 記得去定期定額 對 那你們這樣一錄下來 也是五年來 你們應該做了很多不同的內容吧 嗯 嗯 很奇怪的內容 很奇怪的內容 可是你做那麼多內容啊 你要怎麼樣保持自己的立場 是中立的 有可能是媒體中立這件事情 你做得到嗎 嗯 這件事情聽起來很像那種辯論比賽 會有的一個題目 但是我從實作面來說好了 就是 其實你有一個問題要問的時候 那你是記者 你有權利可以發問嗎 嗯 你就是要找到那個事實 嗯 所以你最後就是要找拼出那個事實的全貌 如果你全心的想要拼起那個事實的全貌的話 你就不能漏了任何一個立場 或者是任何一個觀點 嗯 如果你追求的是那個 盡可能靠近真實的話 嗯 立場或是所謂的情忙禮忙這些東西 它就是阻礙你的東西 你就會跨越它 不行我們超情忙也超禮忙的 完蛋了 他剛剛邊講我邊講 噢噢噢噢噢 我沒有辦法 我一邊聽一邊覺得 我就有枷鎖放在我身上了 我很想要爭脫的感覺 你會有 你也有對不對 我看你 因為對我來說 我會盡量想要看各個立場的文章 但是我會覺得 我在看一個事實的時候 一定會用一個觀點去看 嗯 不然你要怎麼去理解這個事實 對 那所以那是讀者的角度 嗯 所以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讀者你有辦法保持中立的在接 在觀看一個新聞報導嗎 或是一個事件 你有辦法 呃讓自己用中立的方式去接受一個正在發生的事情嗎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嗯 對因為我覺得對中立 什麼叫做中立 嗯 其實這是我很納悶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啊你這個不中立 有人說范姐不中立啊 白靈果不中立 可是對我來說 你所謂的中立 很多人的中立 其實只是有沒有講到你想聽的話而已 而不是真正的中立 嗯 對啊那別人這樣說你們呢 說你們通常怎麼辦 可是我們真的是有觀點啊 對啊 我們沒有真追求中立 對啊 說你要我沒有觀點 那不如就是 去聽別的 對應該這樣講就是 譬如說我們支持人權 嗯 好那就是一個觀點啊 嗯 那你這就不中立啊 對很多人來說這就是不中立 對啊 對啊所以我不懂什麼叫做真正的中立 可以教我一下 以記者的角度來看 你們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對假設好 我們假設好了 像中國的國安法 對 你要怎麼中立的去寫它 因為對中國來說 它真的是中國的國家安全的疑慮嘛 因為他們一定覺得說 啊這樣子下去 我們國家的安全一定會有所受到影響 對大家沒有辦法做生意 對 如果你一直上街 對這樣怎麼辦 就沒有辦法做生意 那怎麼辦 那可是對人民來說就是 You motherfuckers 對 對 對 那這樣子以一個記者立場來寫的話 那真的 沒有立場來看這件事情 會不會 對啊 你沒有立場你要怎麼寫這個東西 我怎麼看它 對 這是我自己的理解 所以 沒問題 沒問題 他想說這兩個記者問的問題可真爛 亂七八糟的 沒有 我不是記者 你不可以說我們兩個是記者 我們完全不是 我們不是喔 我們是Comedian 對 對 有啊有 其實我們問過很多 就是前輩 關於處理中國的時候的事情 很簡單就是 如果你把中國當作一個正常國家來處理的時候 你就以處理其他國家的行為方式來處理它 可是常常有中國 因為常常有中 美國的那些華裔 他們也會說 你看美國也是有國安法 各國都有國安法 所以他們在執行的時候 為什麼別人都沒叫 為什麼中國在執行的時候 大家都叫成這樣子 對不對 美國在執行的時候也很多人叫 對啊 我在想大家都在叫啊 所以也是 美國軍隊派出來的時候 大家叫爆啊 你說什麼 也是 對啊 只是 你沒有跟著叫而已 我沒跟著叫 可是中國的時候你會跟著叫 我叫得比較大聲 對 所以如果你又同一個角度 在看每一個國家做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該叫的時候 你自然身體就會想叫 這樣子 欸 我們是 這個我喜歡 我們是同路人 那你在做調查的過程中 你一定有經歷過很多的不一樣的事情 那我們想要了解的是 你有沒有曾經整個陷入在你的調查報道之中 無法拔聲 抽聲 有啊 你那時候寫個反抗是說 有沒有辦法抽不陷入嗎 對 我的答案就是沒有 所以一定會陷入嗎 是一定會陷入 那你哪一個故事你陷最深 呃 敘利亞跟新疆吧 敘利亞的東西 我從採訪到真的出刊 大概花了半年 等一下你有去嗎 我沒有 我在邊界 然後裡面的人都飛出來跟我見面 然後因為 呃 我那時候想要進去 然後我跟我的主管 就是 報導者這邊 然後說 都有人promise我 他要 我給他電話 他這種邊界接我過去啊 這些 我就問了一下外媒是怎麼處理的 外媒其實很清楚 他們有大量的資源 所以他可以住在那裡 嗯 然後等 那一天是沒有 沒有轟炸的 嗯 他那一天進去 然後他那一天進去的時候 其實他還有其他同事在 邊界外面等待 隨時支援 就是萬一你失去訊號 或什麼什麼時候 他們進來找你這樣 對 可是我 我其實就一個人 我連攝影都沒有 所以我就一個人 而且我們連外交資源都沒有 對 所以我如果一進去 然後我失去訊號 就是 掉進海裡面了 對 天啊 如果我的敘利亞線人也死了 就我們倆就同時消失 所以我的主管那時候很保護我 他就說 嗯 我們沒有必要去 衝第一線 對 冒這麼大的風險了 因為我是把人都叫出來了 就我要訪的人全部都叫出來了 哦 對然後 那一題是在歐洲待了兩個月 然後 想盡辦法跟這些人見面 然後做採訪 嗯 然後訪完之後 我等了半年才有辦法寫 因為 過程當中我每次打開那個 筆記本跟錄音檔 我就沒有辦法 你就情緒上 你就情緒上 我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給我很多資料 然後 嗯 呃 包括影片啊 這些東西 所以全部都是屍體跟轟渣 還有那些尖叫聲 衝擊太大 聽起來就像是可能會有 創傷後症後群對不對 對啊你之後有去看心理醫生 對啊 報導者提供這樣的資源嗎 沒有啦 蛤 我說 感覺也滿重要的 我還好 因為後來有一個 有一個moment就是發洩出來 就是 有人真的死了 然後 我記得 你是有憲民死掉 對 他死掉的那一天 剛好是2018年的 大選的 台灣大選的前一天 嗯 然後他 畢生所真 他被暗殺過三次 第四次真的死掉了 他前面 全部都在想辦法讓 敘利亞人得到 可以投票 以及了解民主這件事情 所以女生可以上課 然後大家有機會 討論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面對恐怖分子 或者是他們的總統 這些他們有辦法 說自己的話 他在培養大家這件事情 他因為這樣 所以他一直受到暗殺 然後所以 台灣選前 那一次是九合一跟 那個公投嘛 對對對 什麼時候的事情 三年前 韓國瑜當選那一次 喔OKOK 所以那時候台灣 然後 選前我看到他 就是真的死掉了 我是 在Facebook上面看到 他的實體的照片 然後上面寫說 他這次真的走了 這樣 嗯 然後那一次我就崩潰 比 比隔天看到選舉的結果 還崩潰嗎 再崩潰第二次 哈哈哈哈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 我聽起來就是報道者 這麼年輕那個媒體 是怎麼樣讓你有辦法 接觸到這些憲民 因為敘利亞 聽起來就像是一個 慌亂 對就是台灣人要怎麼去 任何 對你要怎麼開始 How can you start 一步一步 因為我 怎麼開始 我先寫 用Tinder嗎 對真的啊 怎麼開始 Tinder可能是一個方式 但 真的 我認真跟你講 那香港那時候 那個 不是大家就是 不敢用Telegram嗎 所以很多人是用Tinder 然後在 在現場 然後找別人 然後跟他們說 在這邊的話 就趕快撤走之類的 對 對 這不知道 所以你也有 那通常如果 假設有台灣媒體到那邊 或記者 要先開始 是可以先去找 譬如說 台喬會 還是 可能可以有 我們的外交單位 你那個笑容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你的剛剛笑容是什麼意思 那你不用多做 你講你可以講就好 還是說 當地有一些 台灣的外交單位 可能可以幫忙 我的習慣不是這樣子 因為 你其實不太知道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人脈的極限 所以你如果依賴了 某個人的人脈的圈子的話 其實那個可能會 影響了你理解 那個國家的 的 視角 所以我會自己選 所以我 其實都是陌生拜訪 然後 就是在 就是 就是陌生拜訪 怎麼陌生拜訪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真的完全不了解 是走在路上 我就說我是一個台灣的媒體 我是一個台灣的記者 然後我看到你的什麼什麼 然後我想要知道什麼什麼 然後 這是我過去做的報導 是這些這些這些 然後 方便的話 我會飛到那邊去 可不可以請你跟我見個面 可是那些人如果不講英文 對啊 你的報導要翻成英文嗎 對啊 你敘利亞那些 有一些關鍵人物 他不會講英文 就要請翻譯啊 所以成本蠻高 那你寫的報導 你跟人家推銷 你是誰寫的報導 有沒有幫你翻成英文 不然你要怎麼跟人家推銷 還是你給人家一個中文連結 這樣就可以了 這很瞎欸 很瞎 沒有 Google Translate 其實有時候是 但是沒有啦 報導者在 不是報導者 不是報導者 所以我之前自己 你不要這樣人家會壓力很大 報導者的作品 其實很多翻成英文了 所以其實在報導者是特別容易做國外約訪 因為他們看得到 而且我們是在很多國際網路裡面 跟國際媒體合作 所以我們的 在國際間的credit其實還不錯 這樣其實會比較好做事啦 對不對 好 好 我們先喝個水好不好 好 我們休息一下喔 好 我們回來了 我們看到那個 Jason後面有兩袋東西 對 這是什麼 今天就是來那個 拜謝啊 所以帶了一些禮物 拜謝什麼呢 拜謝教徒們出巡啊 以後常來喔 沒問題 謝謝 有更新就要聽對不對 這是什麼 加倍好運 超大乖乖 看起來好乖喔 這好棒喔 謝謝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書 報導者的書 天啊 包著有出書 報導者每年都會出一本書 為什麼都我們都不知道 欸你們行校有沒有在做啊 加油 烈火黑潮 城市佔地裡的香港人 所以這是跟香港相關的 反送中運動以來 我們大概一直到現在 一直不斷持續紀錄吧 所以即時新聞也發 你們這樣很不中立喔 這樣OK嗎 他剛剛那表情是什麼 剛剛那個鏡頭用下來 香港香港 所以就稱香港稱民主 稱香港稱民主 不中立不要再裝了 哈哈哈哈 難怪教授說 你不適合當外交官 哈哈哈哈 人家很不圓滑 對我就是不圓滑 那這一本呢這一本 成為一個新人 這是我們的記者子午 他一直以來關心就是 精神疾病對不對 他做了很多很難很細微的報導 到角落去 從治療啊到法治上面啊 的第一線的報導 我有看過你們的一些報導 是跟精神疾病相關的 對對對 所以這些書 欸很棒欸 很棒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我翻一翻 然後我們喜歡的話 我們也會 我們會買 然後送給我們的聽眾 好 當然囉 謝謝 謝謝 才不拗你們呢 哈哈哈 對 上過K&A秀基本上就是我們的朋友了 好 除了少數幾個例外 哈哈哈哈 你還敢講 我哪有不敢講 我以後沒有偶包 好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跟你討論就是新疆 聽說你有去親自採訪 調查新疆的議題對不對 對 是什麼時候去 是什麼樣的程度 是什麼樣的程度 對 是跑到一個全球獨家的程度 喔 對 就花了很多的時間啦 在培養 跟他們的信任 總之 新疆集中營在 我們出的時候 喔是集中營還是在教育營 對啊 他們不是很 你可以用集中營這三個字嗎 對啊他們是很開心的地方 對啊 這樣不中立喔 這樣不行喔 他們有幾種名字 叫做集中營在教育營 職業培訓所 等等等等 現在是職業培訓所 現在是職業培訓所 而且對 那你選擇用集中營這三個字 嗯哼 立場出來了嘛 裝屁啊 沒有啦 這個很明顯嘛 可以看我們的報導 就知道了 譬如說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那時候採訪的過程嗎 對啊 你怎麼敢進去 第一你怎麼敢進去 我進不去 一樣我是接到線人 通報說 欸有人帶著 一千多個人的 受害者的證詞 證詞是說 這些被關過的人 救回來之後 然後寫下 他身體上的狀況 他為什麼被關 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有音檔 然後影音檔 還有文字檔 天哪 然後有兩個人 帶著這個 大概 九九十TB吧 的資料 這麼多 九到十TB 他就是一個 對應碟啊 對 然後他跑到了歐洲某個地方 他流亡出來了 然後我的線人說 因為我線人不是講中文的人 不是講華文的人 他說 我可以介紹你跟他認識 可是我 沒有辦法verify 他是不是 就是 中國間諜嗎 對 請你去幫我verify 靠 然後在倫敦見我的線人 他說 這些人在 法國某個地方 你要不要去見他 但我沒有辦法保證 你見他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按照他寄來的信 說 他手上有這些東西 你可不可以去見他 我說 我就跟我老闆說 老闆說 好啊 你老闆什麼意思 沒有 聽起來很大條欸 我追了很久 因為這個 在英國的線人 是我先透過香港這邊認識的 所以我 追了兩三個月才幫我牽線 一直接到這個線人 所以 我就是 去了 法國見他們 然後 我還通知說 我在 就是我會在哪邊 跟他們見面 然後如果我沒有回來的話 請我法國的朋友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還要跟他們 約在公開地方的見面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 怎樣 總之做了一些準備 然後就 就見面了 真的很像那種間諜片 對啊 會發生事情 我超鬧的 因為我記得我就跟著這些人 走進他們的飯店的房間 因為他們最後還是幫我 你不是說公公場所 你還這麼傻 可是他要我進房間 為什麼 因為他要保護他自己嗎 因為你很帥 還是他想要對你幹嘛 你該不會被選人跳過吧 就是當記者要付出一些代價 我覺得這是真的 感覺 剛剛那個眼淚是真的 真的 那老闆都沒有在聽啊 老闆 老闆這樣不行 沒有沒有沒有 總之他們要進房間 所以我進房間 然後我在進房間之前 我還拍了一個那個房間號碼 立刻傳給我朋友說 是這一間 萬一我沒有出來 但後來他們沒有問題啦 然後 花了整整兩天的時間 就go through每一個文件 然後看每一個東西的影像這些 總之後來就是聽見他們講 每一個人在被關進去之後的遭遇 然後也出來的結果 這些 那其實都是第一手的嘛 那後來之後就 透過這些文件 我們就直接聯絡到這些當事人 對 可以聯絡到 你怎麼聯絡到 他們其實都是被關進去的 很多是已經逃到哈薩克 或是他是哈薩克裔的人 所以這些人其實大部分他們不 比較容易出來 能夠聯絡上的 已經不在中國境內 難怪 我想說在中國境內 你怎麼聯絡上 因為我一聯絡他 他就死了 他就完蛋了 你說如果在中國境內 還是即使在哈薩克 即使在哈薩克也是 我後來 後來我的受訪者 就是接完我電話之後 有的晚上就被抓去警局了 然後他們必須去租一個房間 來跟我做面對面的視訊 因為他們追得到那個訊號 所以 因為哈薩克政府跟中國政府非常好 對 他們是一帶一路上面最重要的一個 中亞的國家 對 他必須租一個房間 for 我的interview 然後 但是其中一個就是 做完interview之後 他就被跟蹤跟回家了 所以 他們的所有的數位的足跡是被跟蹤的 用VPN都沒辦法擋是不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當地 對 他們有各種方法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用signal 用VPN啊 什麼的東西 可是有時候他的信號就是不夠強 然後 被抓到幾次都是換回了 不是這些軟體之外的東西 來做對話 就是如果 他們的訊 當地的訊號不夠強 用signal 或是有VPN這個保護之下 他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把這個封掉了 境內把這個封掉了 所以你要用這個軟體對話 是沒有辦法對話的 對 所以他就換回比較普通的 沒有被封的 然後就被抓了 就被抓了 那你的精神壓力會不會很大 你要怎麼說服自己 自己做的是對的 要把他們的聲音傳出來啊 那個是事實嘛 是證據 那 可是每一個人講的話 我們都用了最高標準 去verify他 也就是其他兩個 或三個不相關的人 也會說了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會確定 那是集中營裡面 在家園裡面真正發生的事 所以那時候做了非常多 各國專家的資訊比對 對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照片 比如說有人會說 他內臟不見了 是不是裡面有在賣內臟 雖然很多人跟我們說 那邊有大量的賣內臟這件事情啊 等等等等 但我們最後就是 還問了醫生啊 什麼什麼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確定 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我們最後報導裡面 是沒有提到 就是新疆維吾爾族人 被的內臟被拿去賣這件事 我們是沒有寫進去的 因為沒有辦法完全verify 那可是有寫他們的 可是他們真的是 很多人出來內臟是有少的嗎 嗯會有 有的是少 有的是 他們進去都會打針 嗯 然後他說那個是感冒針 嗯 但出來之後就是 男生就不舉 女生就不孕 噢所以可能就是 會讓他結育這樣 有可能 然後他們也跟我們說 在裡面就是 會有所謂的會客時間 假設你的另外一半來見你啊 他可能會偶爾開恩 讓你們見過一次 可是見你之後就是 你們要做愛嘛 然後就是 全部就會被錄下來 然後所以 你走出來之後就跟你說 變黑寒這樣子 對 然後會讓你看說 我們擁有這些全部 然後 你在外面的那一個 他等於也被 活生生軟禁在 在外面 這樣子 嗯 就是拿來 威脅的工具就對了 等等等等的這些 一些細節 那你們那時候出了 像這樣的一個 算 非常有證據的報導 對不對 那你們 呃 會去跟 國外的媒體 大型媒體合作嗎 對不對 那其實 因為我 我印象中比較大 就這 這兩年比較大的 應該是紐約時報 那時候針對 新疆的集中營的那些 對 對 那你覺得 做了這麼多事情 到底 能夠有什麼樣的效果 呃 還是他根本就沒有辦法 引起西方人的 關注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Oliver到上上禮拜 才在 才開始 一整集的講 新疆集中營 你看你已經拿這麼多證據了 對 if people don't care 我們的東西後來是有成為 呃 美國的 國會 然後 荷蘭的國會 然後還有 人權團體 還有 這一些在流亡的 這些 線人 他們在申請 難民許可的時候 的證據 哦 OK 所以是很務實 可以讓他們 受到保護的 而且是直接在 呃 這些國會裡面 去做 他們要遊說 或是說 這真的有發生 然後我們的東西 就被翻成英文了嘛 所以就是 對啊 比如說 那時候花 最久最久的 就是一個 他是 他是中國人 嗯 然後 但是 中國人也被抓進去 集中營這件事情 為什麼 就是在我們報 就漢人中國人嗎 對 在我們寫之前 是沒有人 得到這份證詞的 然後 我們是第一個 得到漢人出來說 其實漢人在 新疆地區 也受到大量的監控 而且他爸爸也被 收在裡面 然後 就是 對所以 它裡面是一個大規模的 普遍性的人權壓迫啦 它不只是大家 原本以為的那樣子 種族上面的一個清洗 它其實是普遍性的 在那個區域為了達到 所謂國家安定 然後做的一個 只要你有不服從 或是任何 不符合國家利益的行為 都有可能進入那個 洗腦的 在教育營裡面 嗯 我相信現在的 我們如果做首播的話 一定會有一堆 小粉紅出來站 對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 其實你們都在做假新聞 其實新疆的人過得很快樂 嗯 這你們應該很常看到這種言論吧 當然那個報道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一堆這種帳號跑來洗 說你們就是 亂講 有啊有啊 有很多台灣人在說你們亂講嗎 應該也有吧 其實那個帳號你就完全沒有辦法分 它是 它是什麼人 對 對 那你對這些人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可以講沒關係 因為你是親眼見證 這些證據的人啊 你是採訪的人啊 對 對啊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他們講 可以講沒關係 用髒話都OK 哈哈哈哈 其實你只想要講髒話欸 我只想聽你講髒話而已 對 你太震驚了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這些人說 看見人 吧 就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看不到人 就是 真正的人 嗯 對 他們可能是機器人啊 對啊 那這樣的話就怪不得他們 哈哈 對 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罵髒 沒關係 我們以後都會說 報道者的 Jason上次來說 幹你娘小朋友 我們亂講 我們就是這樣製造 假新聞製造者 對 好厲害 你說很羞恥 羞恥心很高 嗯 那 剛剛有說到香港對不對 那個 這本書是香港嗎 對 香港的時候你們去採訪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用當地的Telegram群組 對 然後去跟他們 當地的人做一些接洽呢 對啊 然後我最近做了一篇 關於這個香港Telegram怎麼被滲透的 的一個調查 他們是被誰滲透啊 被中國公安 所以其實大家會覺得Telegram就安全 但其實並不是 所以 他們其實是 呃 有真人滲透戰的群組之外呢 其實他有用AI 然後在裡面各個channel去找 呃 關鍵字 所以一旦你被定位到了 就是 你被撈出來了 你在那邊有特定的發言之後 你可能就會被追蹤 這樣 這個是香港的資產專家告訴我們的 所以 Telegram並不真的安全 那谷外的Telegram裡面 會不會有可能有 中國公安的深入呢 自己小心囉 哈哈哈哈 幹嘛愛谷外啊 反正 谷外是怎樣 目前最大是不是 好像是 華語世界 好厲害喔 對 他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非常厲害 但我覺得沒關係 裡面都在講賺錢 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 公安也需要賺錢 沒錯 沒錯 他們也想要炒谷啊 不然可能只做公安 不夠 對 我們這邊看到有一個 你說被跨國內容農場 老闆威脅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做了很多調查報道 其中一鬼就是假新聞嘛 那其實你會發現很多 阿公阿嬤台灣的阿公阿嬤 他 你們有聽說過 地瓜葉牛奶嗎 蛤 好像有欸 什麼地瓜葉牛奶 快告訴我們 沒有就是看過 類似的文章 這樣會講強健題目 拍毒用的嗎還是 對對對 什麼什麼 我奶奶有看過 喔真的喔 那種影片 在很多 有一些台灣的地方 他們那一村 那一里 那個社區 每天早上起來 會一起打地瓜葉加牛奶喝 因為是為了要養生這樣 那那個東西都是從 就是某些內容農場來的 那我們這一篇報 就是找到 這些很多 這些所謂的健康養生的資訊 背後 它其實是一個在 新加坡的一個 華人 他所經營的這個 跨國的內容農場 這樣 內容農場這種 可以賺錢嗎 他就是可以 就是賺很久 他流量應該很高吧 哇 那內容農場後面 是不是都有政府的 力量在背後 每一家的經營策略不一樣 就是買家不一樣 對 那但這個他很厲害 他就是馬來西亞 香港 新加坡 台灣 都有他的audience 然後你還可以當他的下限 然後你繼續幫他經營內容農場 幫他賺流量 他們可以分潤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很賺錢嗎 看你的 看你的 但現在有太多內容農場 所以他這個做比較老牌 競爭對手很多 對 對 對 那時候我就是成為其中一個他的下限 然後就 你就是進去undercover 對 然後就進入 你好厲害喔 進入他們的群組 Telegram群組 然後這些 所以你也滲透 逆滲透 你這個報導已經做完了 已經沒關係 可以講了對不對 但他有可能會看到 對 然後我們用了一些方法 去identify 就是哪些網站 其實背後都來自於他 所以他旗下那時候找出來 就是幾百個幾千個 都是後面來源 就是同一個人 這樣子 那後來報導出刊之後 因為他一直不願意回復我的訊息 那後來報導出刊之後 他就是很生氣啊 他就罵你髒話這樣 非常罵 一直罵一直罵 罵了48小時 在Telegram上面罵嗎 對對對 不斷的情緒勒索 我說你要不要講電話 他說別我們就打字了 然後一直到最後 他就發現 我們要把文章下架 因為他一直要求我們改東西 然後什麼什麼的 然後 你是把他的名字都講出來 是不是 那也是他的英文代號而已 可是他怎麼會知道 就是你寫的 因為那個群裡面 應該很多人 他就在群裡面說 他說請問劉志欣記者在這裡嗎 哦 然後你就說Hi這樣 沒有啦 你就說 Hello Hi there 他就是有寄信來 我跟你約到Hotel去 沒有啦 那他會不會對你有生命上的威脅 還好還好 但是他就是想要 做各式各樣的文章 然後想要誣衊說 抱著是 某個黨的啊 抱著是哪一個 親誰的啊 哪個黨哪個黨 所以他那時候說是哪一個黨 民進黨側翼 他各種都有 他就準備了幾套 那個論述說 我們要 我可以這樣子弄你們 你要不要把東西弄下來 這樣子 然後你們沒有弄下來 所以他有那樣 他有弄你們嗎 嗯 他就想死了 好鬧喔 哦 怎麼這麼弱 我還以為他很厲害 我以為他有什麼強大的 內容農場的通路可以弄你們 這樣蠻弱的欸 好弱喔 講道理也沒什麼不好啦 我希望他們的內容農場來罵我們 所以其實你是在擋他才錄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這麼生氣 對啊 我覺得你那個黨超大 我覺得我們擋得還好 你那個黨很大 那個是真正的大錢欸 對啊 而且還有政治利益在後面欸 對啊 有可能 嗯 但我覺得你做的是對的 對 那你這樣子在做的時候有跟 因為台灣最近那個 沈柏洋教授不是有 也有在做假新聞的那些研究嗎 嗯 嗯 你們有做任何的合作嗎 呃 哇哦 事業第二春 對 對 沒有話就有認識啊 哦 所以會有固定交流 哦 好酷喔 對啊你有沒有覺得台灣很多很棒的人 在做了 就是正確的 默默的打聽 對啊 你看你要想想其實我們現在只看到 John Oliver 終於 講新疆的東西 我們沒有看到 其實這多這些年來都是 很多很多人累積出來的 省量跟數據 對 我錯了 沒有啊靠你們要把這些故事說出去 沒有啊 因為我們寫都沒有人發現 有啊你們不是有podcast了嗎 好那我們來聊聊你們做的podcast 其實 其實老實說我一直有看到你們 你們大概跟端傳媒差不多時間 一起出來募款吧 嗯 我那時候很抱歉我選擇了端傳媒 嗯 然後就持續贊助他們到現在這樣 嗯 那其實我那時候對你們 早期的第一印象就是 欸有些很棒的東西 但好像沒有持續的 產出內容被看到 就是一個讀者 沒有特別去關注的感受這樣 所以我想要知道 呃 你們是不是遭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為什麼會 出podcast 是不是想說可能是一個 想要轉型 對對對 不好意思問題有點多 不會啊 呃 都是好朋友 然後他們一個 他們的app做得非常好 所以 就是有app在手機上面的時候 大家就會記得它的存在 所以你覺得有app有差 我覺得有app有差 其實它很花時間跟成本 對 但因為我們的資源沒有這麼大 可以去打造一個自己的app 這樣子 所以就 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開始做這件事情 就是想把我們 有時候我們一篇文章會有超過一萬字 就是一個很難消化的一個 對 你們文章真的超長 對 其實可能寫得非常好 對 但是就是很長 對 你們趴開說我想要插廣告嗎 你們做媒體 是不是對插廣告這件事情 非常排斥 呃報道者啦 報道者 很多媒體其實都這樣 不只是你們 真的嗎 我最近有遇到一些媒體 他們也會覺得 我就說 你就把廣告跟內文分很開 講很清楚 因為報道者很容易分出來 充分揭露就好 對啊 就說現在是工商時間 對啊 你就充分揭露就好 可是很多 就是做獨立媒體 或者是網路媒體 他們都對這種事情很排斥 喔真的喔 所以報道者是不是也是有這方面的潔癖 報道者是本來就不能做廣告 是不能是不是 對 所以連podcast都 全部都沒有廣告 哇喔 不能是指 大家核心價值是不行 不希望跟廣告掛高 他整個創立的時候就是講一個 廣告free的概念 OK 哇喔 那真的很硬欸 可不覺得廣告free也沒有不行 那你就靠群眾募資嘛 對不對 算是 但是群眾募資又跟訂閱有一個gap 所以我們就是再往更free那邊 就是完全 什麼意思 就是 付費強啊 就可以訂閱嘛 但我們沒有付費強 所以我們是guardian的概念 所以guardian就是一個 免費都可以看 對對對 所以你其實不付錢你可以看 那為什麼要 要付錢 有些人就會這樣覺得 對對對 那可是會不會有些人說他 就是付錢了 所以我聲音最大 你就知道聽我的 你說那些付一個月五百塊之類的人 的情緒勒索嗎 嗯 有沒有 一定有 快說 一個月五百塊很好 請大家就是 加入這個行列 所以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給你五百塊 我就可以追你 很多人好像會這樣有一個習慣啊 就像你去住旅館的時候 會覺得 我可以多要一個枕頭 或什麼什麼的這樣 可是多要一個枕頭還好啊 對啊 可是他會說 他會說什麼 對 會不會有人就是這樣說 你聽過什麼你覺得不是很合理的要求 因為一定有合理要求嘛 嗯 對不對 那一定有不合理要求 那你聽過什麼不合理要求 大家就會可能覺得 假設 就是他應該叫再教育營 而不叫集中營 可能啦 可能啦 我幫你講 可能 但我覺得的確我們 反正新聞就是 我覺得很難做到完美 然後如果 每個人標準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 Push自己往完美那邊走啊 所以 你的完美是什麼 就把 改成集中 改成再教育營叫完美嗎 可是剛剛聽起來 你就是不願意改成 對啊 為什麼要做自己 讓自己不開心的事情 還是這樣做老闆會開心 這也 我覺得你們的目的應該是 是想要接觸到更多的群眾嘛 我們是 而不是去回應一些 少數人奇怪的要求 因為每個人心裡一定有一八尺嘛 對 對你來說 揭露事實比他 到底叫集中營 還是再教育營還重要吧 對 揭露事實是最重要的 對啊 沒錯 所以你可以不慣他們嘛 對我來說是這樣 對 那如果假設 我自己覺得如果要接觸到 更多人 然後讓大家聽到你們故事的話 我覺得Podcast是 其中一個蠻好的管道 對啊 至少我們聽到了 嗯 謝謝 我不是要說謝謝 我的意思是 你們為什麼會想要開始做這個 也是這樣想嗎 對啊 對啊 公司裡有沒有一些 反對的聲音 你覺得這畢竟是個全新的嘗試 對 因為大家都好好笑喔 是說排行榜上面的節目 所有的節目都好好聽 很很很 娛樂性很強 然後我們就其實一開始 都花了很多時間在Tune說 我們要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要就是 很硬很硬很硬那種 然後還是很陪伴的那一種 還是很daily的資訊的那一種 就是新聞定位有不同 我覺得 可能台灣的Podcast 大家聆聽習慣不同 所以在公司裡面 可能會大家會比較害怕 嘗試可能給很硬的資訊 可是我昨天才在跟凱莉說 今天這兩天美國排名第一名 是一個很硬的 超硬 超硬 硬到爆的新Podcast 第一名喔 最近New York Times 把Cereal買下來 對 然後他們一買下來以後 馬上就推一個新的節目出來 叫做的 White Parents White Parents 白人 白人家長 就是說美國教育會有這麼大問題 其中最大部分 都是白人家長害的 超級硬 連我都覺得硬 然後 然後第一名喔 對 凱莉最喜歡硬的 我最喜歡硬的 可是我都覺得 比我想像的還要硬 她就不喜歡了 我還是會硬吃 因為我怕別人說我吃不下去 最討厭被人家挑戰了 所以我吞不下去 我就吞 我就吞給你看 好好吃 非常好 我們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我的意思是 其實真的沒有關係 應該要做你們擅長的事 對 結果你們後來出來的 至少我聽了前兩集 對不對 都很硬 你們為什麼後來會選這麼硬的路線 就是做自己啊 最後決定就是做自己 誰決定 是你決定的嗎 對 你很棒耶 沒有啦 大家其實都想做 我發現 你比看起來有韌性 對 你看起來好像 你看起來很害羞 但是你心裡堅持根本就超多 講話手一直抖 你看大家看著面看他的手 你不要這樣動 我會這樣 這樣子 讓他更不敢講話 對 所以是你堅持要很硬 沒有啦 然後你就說你們這些軟的都不夠看 你說我喜歡硬的 誰不喜歡硬的 但是 爆浩子的故事本來就是硬的啊 對啊 就是有料扎實的啊 所以這樣 就做我們自己啊 對不要害怕嘛 對啊 但是真的就是還好大家有推 所以大家也都把硬的吃下去了 所以給大家鼓勵一下 耶 我覺得超棒的 真的內容真的很棒 而且我一聽到我就說 天啊台灣Cereal 對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很棒 因為沒有別的啦 我跟你說 你就說自己是台灣Cereal 講久了就是你的 對 就像我們一直說 我們一直說自己是第一名 可我們不一定都在第一名啊 對啊 常常被幹掉 沒差 整天被幹掉 我們沒差 我們自己覺得自己是第一名 像我們現在就被你們幹掉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被你們幹得很爽 因為我們也喜歡贏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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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很搭 很好很好 很好 對 很好很好 嗯 對 不能再講下去 對那你們在做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阻力啊 或者是 你們怎麼開始的 喔我們 其實 做了很多的問卷 1588份 對於我們的讀者的問卷 你看我們多麼重心我們的讀者 真的 就比你們現在 就算有一千多個人在聽 在讀耶 哈哈哈哈 不是是很多人讀 只是一千多人 寫問卷 寫問卷 其實有一千多人寫 寫問卷啦 寫問卷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對 1588 而且你們問卷一定很硬吧 你們的問卷是不是很長 很長很長 又長又硬 問卷如果超過十題 大家就會跳掉 對啊 所以他們很認真寫 然後寫了很多的許願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 畫了這些 好好研究大家的需求 這樣子 對 然後裡面就有Podcast這樣 就針對Podcast 還是直接給你做問卷 對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他如果在聽Podcast的習慣的話 都要我們的產品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啦 就是得做 很好 對 但我們沒有錢也沒有人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還沒有專職的人 在做這件事情 大家都是 原本的工作之外 硬幾次先做 然後就靠 商量來幫我們做後製跟上架這樣 那你們現在有一個producer嗎 沒有 沒有 誰算是做producer 是你嗎 好像算是 應該算是對不對 對 所以你主導可能要怎麼切入 然後故事要怎麼講 對 然後還要主持跟 會 會 會留言 喔喔 回饋留言 欸真的很多事 你還要做調查 你現在還在做調查嗎 對啊 蛤 然後要寫社群文案這些 OK 那真的很多我覺得你們 太辛苦了吧 所以你們期待可以透過你們的podcast 然後 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你應該有一個藍圖吧 對不對 對啊其實 現在目前來說算是我們想要的啦 很多人說 他聽了之後第一次認識報導者 所以我們交了新朋友 然後他聽了之後第一次發現 喔原來我們有做安獨幽魂這個 這個幽靈這個專題 就是 我們花了半年的專題其實 一個月前就出了 但其實 很 很多人沒看到 你說你們這一個讀銷的專題 對 其實我也沒有看到 因為他的觸及率在社群網站上面 是被 可能是被降低 因為他是毒品 所以那時候 觸及率很低 所以透過這個才很多人聽到 然後很多人才認識我們是誰 然後我們記者是一個什麼樣的行業 我覺得最大應該是 最意外的是 很多人 聽完之後還知道 原來 台灣記者 在這樣做新聞 這個我很surprise 因為我以為 對對對 我也很surprise啊 我也很surprise 你剛剛講到那個嚴謹的記者態度 我整個傻眼 因為我真的以為台灣已經 沒有 對你沒有拿著行車記錄器 你要怎麼做這個新聞 很難欸 行車記錄器有這麼好用嗎 很好用 很久沒有用過 我可以說 計程車的 計程車世界行車記錄器 應該是超精采的 超90% 沒錯沒錯 新聞都從那邊來的吧 沒有其實我看到很多記者 都是這樣在做新聞啊 不分媒體 真的假的 對啊對啊 怎麼跟我看到都不太一樣 對啊我看中天都不是這樣子欸 轉彩轉彩 那我可能看錯了對不起 中天其實很好看欸 真的嗎 欸我最近推薦大家 真的喔 因為它完全就是一個平行師 它完全就是一個喜劇 stand up 在那邊 然後用很正經的方式 然後一直講很匪夷所思的話 我最近覺得中天超好看的 會有遠遠不覺的靈感 以前你聽也會有點生氣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你現在聽就說 哇原來世界上還有人這樣想啊 覺得超棒 就是打開你的眼界這樣 對但是因為就我 就我身邊的一些記者朋友 我聽到的都是 當然可能是一些傳統媒體啦 他們在電視新聞 已經沒有那個資源 然後每天為了背很多的網路新聞 然後比快 他們真的已經沒有辦法去 追尋他們心中的那一種 對對對對 所謂的記者 是啊 該做的事情 因為我真的很驚訝台灣 還有這種調查型記者 對啊 對啊 我以為現在就真的沒有了 大家很辛苦啦 大家都在那個 老闆要求的空間之下 努力做自己想做的新聞 所以完全就是燃燒理想 就對 然後每一家媒體給的空間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你覺得 你們這邊給的空間 就幸福啊 我覺得這樣很棒 那可是你覺得 你自己覺得 理想的一個好的調查型記者 應該要拿到 多好的薪水 我只是好奇 你可以不用用你自己比喻 因為對我來說我覺得 這麼大的風險 嗯 你知道國外 先拿國外好了 你知道國外的這種調查型記者 薪水大概多少 我知道耶 還是不要知道好了 哈哈哈哈 因為感覺應該要非常高 對不對 至少要十萬美金吧 喔真的嗎 emphasize 一個月欸 一年 一年啦 haha 欸! 對不起 好高誤言 那是Joe Rogan的一集Podcast啦 Joe Rogan一集Podcast 他不是賺9萬 我自己覺得啦 不然 因為我覺得燃燒熱情 是燃燒不了這麼久的嘛 你一定要有好的相應的回饋 對啊 在薪水上 而且真的風險有夠無敵 他馬的高 對啊 對啊 我聽到你說 都在敘利亞邊界在等人 然後或者是進去人家的Hotel Room 對 這次你繼續的是什麼 來 come on 就是追求真相嗎 是你的理想嗎 還是你覺得你在做對的事情 所以不管錢多少就會做下去 那我就答案就是 就是 就是人欸 回到那個跟 對那些小粉紅的話一樣嗎 對 因為我覺得人 為什麼沒有辦法了解 另外一些人 正在發生的事情 然後記者如果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讓你看見 真實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話 那我們就幫你搭這個橋 讓你去理解 其他的人所面對的事 那個不管是哪個國家 那個種族 那個膚色 那個宗教 就是你去理解別人在發生的事情 然後看見他 然後你再形成你自己的角度 那我不管你想要後來做什麼樣的決定嘛 但至少我的工作就是先讓你看見 那我會覺得有些人 他就是一直沒有被看見 比如說難民 他就是 在人家就說 你就是 伊斯蘭 然後所以你就是來要錢的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就 他就被打死了 那你就是讓大家看見他真正為什麼要離開那個國家 為什麼敘利亞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為什麼他們要追求民族 讓他們看見 然後就讓他們看見 為什麼就是新疆人要出來抗議 為什麼他們必須得逃出來 然後冒著生命危險 硬是要跟台灣的記者講話 只是為了把他家裡面發生的事情 說出來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就去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那就是 他就是世界上某一個人在活的樣子嘛 那記者就是 那是他們的事實 對 你就記者就是讓你看見這件事情 你接下來你要有自己的觀點 你還有你自己的立場 那是你的事 但我們就把 深圳發生的事情彈出來看 你敢不敢看 看清楚 那之後怎麼樣大家再來討論 那如果連事實都看不到的話 那大家要討論什麼 公共政策要討論什麼 這個國家接下來要怎麼樣對話 要怎麼前進 記者能夠做的事情其實並不多 但就是把事實彈出來 只是沒想到 現在彈事實是件很困難的事情 為什麼 就是會有假新聞啊 會有一些極端話啊 會有一些操縱資訊啊 等等等等這樣 那你會不會覺得 現在在社群媒體的猖獗下 事實變得沒有這麼重要 嗯 大家就是爽就好 對啊 因為爽 如果只是爽就好的話 就變成只是觀點 嗯 很重要 誰比較兇 對 所以就是 對不對 就是看不見別人了 就是大家雖然每天眼睛都在看東西 可是越來越難看見別人 都是對一件事情 對 所以我們其實 podcast 節目裡面 裡面有找到就是受訪者直接來說他自己的故事 哦這好棒哦 不管是 不管是剛面對小粉紅留言 或者是說為什麼 你什麼是支撐著你一直做這件事情 你剛都說是人 那我覺得我會不會覺得 那我覺得 podcast 真的是把人拉回到這個媒體 就是那包括就是拿現場收音器材 對 就是你們之後開始在寫 就是做報道的時候 他覺得很煩他開始覺得困擾 然後收音器材就是偷偷藏在哪邊這樣子 投錄這樣子 不能投錄啦 不能投錄要經過同意啦 收現場音啦不是對方 哦哦 ok 對 就現場音 譬如說你去採訪 或是你去錄別人的對話 你開門上要就 像還讀你去那個小海港 我們可以聽到海港的聲音之類的 對啊 有 想做啊 一定要做 還有你跟那個 哦 一定要做 我們聽到了 還有跟桑王說一下 他們配樂真的是 sense 有點low 拜託 我沒有說 配樂太歡樂了 配樂超歡樂的 我要說一下關鍵是 就是12集 我們會做12集 音技 然後這一季完之後 到時候就是一個 決定接下來要怎麼樣的時間 好 對 那真的很希望 那該怎麼樣支持你們 來 對對對 跟我們講一下 好 多聽 然後都給我們feedback 然後如果願意的話 就是參加我們 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那要怎麼樣成為你的一部分 對 你們的 是要那個 去 donate嗎 還是變小額募資 還是定期定額這樣子 都可以看各位客觀方便 就是 不行不行 你要告訴我們 我跟你說這樣不行 這個年代不走這個路線 請告訴大家 你們希望大家怎麼樣 你們最需要什麼 我們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捐款出現500萬缺口 然後呢 我們的 大筆的資助跟贊助呢 其實到 還剩下一年 就結束了 好 所以 如果那一年結束之後 沒有新的東西出來的話 我們就是 可以活 除非裁員 這樣子很血淋淋吧 好 所以你們最需要的是 趕快把錢拿給我們 好 好 那我們幫你放動態好了 好 我們放動態 我們這集上的時候放動態 然後幫你放連結 如果大家支持報道者的話 大家可以多看他們的文章 多聽他們的podcast 你們定期定額 你們定期定額是多少錢 都可以 你自己選 哦 自己選哦 所以就是 可以 5塊到5萬都可以 可以一個月 100塊這樣子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們百靈果來做一下好了 我們用 公司帳號 弄個定期定額 哦 沒問題啊 真的嗎 當然 對你們來說是小錢啦 不是 不是錢的 是 是我們真的很喜歡你們的節目 謝謝 我們用百靈果來做個 小的定期定額 好 這是我們能做的 請加油 嗯 拜託你們了 那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可以去聽 然後證明 其實podcast上 做又大又硬的東西 一樣可以非常受歡迎 請大家支持 又大又硬的東西 沒錯 那就這樣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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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